这一定别错过这样一道 超做简单又非常下酒的干锅扇女 别人吃剩下的黄瓜 我们要的对半啪开 去掉你们的心心 去掉黄瓜的心心我们不要揪 我们还可以喂狱 再改造成小段 切掉我们男粉丝爱吃的韭菜 多么一样我们放好多八度的叉子也 处理完整的扇女我们下锅煎 煎得像我这样揪着爸爸 我们放这姜蒜小美辣 这个干鱼提起来给它慢慢煎 煎得像干干的 香香的 它才会好吃 小酱炒出香味以后 给它来上一包香干果酱 给它翻炒几下 炒出香味 再倒入我们的黄瓜条 这个新的黄瓜条它没有水分 如果说我们的黄瓜心不去掉 那炒算一耙肥 不好吃 再来点酱油 给它上色 别的调料都更换了 翻炒均匀 最后放上我们的薯酥 韭菜 来上一点鸡麻香油 翻炒五哈 如果你也喜欢吃饭 你赶紧点赞收藏 尝试一下这种做法 你先这个吃锅 我觉得说我倒技就会吃了 然后我今天 handy 这个 拜拜 我是 最爱 那个 你就 합니다 我